朋友们好,今天早早来加个班,最近继续的活儿比较多,干不过来了 在加班的间隙,给朋友们再说上那么三五分钟吧 今天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我从乌克兰的一家网站上看到 看到了照片,看到了文字,看到了视频,各种各样的报道吧 就是说,现在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事物 发现他们的敌人,俄罗斯军人 有一种新的武器了,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那这是什么新武器呢,这就是用降落伞把炸弹给掉下来 这个比较有趣,而且呢,这降落伞掉下来的炸弹还不炸 对人员财产都没有造成任何的损失 因为以前我们经常都能够看到,就是他们的这个 轰炸,今天又造成了多少平民的伤亡 当然军队的伤亡,他一般不报那么细,可能 他也是有需要的在内部通报吧,我们看不到,就大致的知道 他们说是一天伤亡在一百到三百人之间 俄罗斯人的伤亡相当吧,俄罗斯人伤亡的稍微多一些 因为毕竟他的进攻嘛,人家这边把攻势都弄好了 人家这边也考虑到了,你可能先要荤炸 把各种应对测试都做好了 所以呢,就是北断约斯克才能打那么长时间 在此前的马里乌波尔也是一样的,能吸引他那么多的部队 打那么好几个月,然后还让人家自己放下武器 放弃抵抗之后出来的 这个呢,英雄不提刀连云 虽然北断约斯克那些战斗并不是刀连云 而且现在还在云,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回头再说俄罗斯人为什么要用降落伞往下 坠炸弹 这就是我们不得不再回头看 最近乌克兰他们抱怨的,他们叫唤的 说他们没有武器了 没有大炮了,没有炮弹了 就是再不给我们提供武器,我们就顶不住了 那,俄罗斯人也是一样的 他们的武器供应也是相当的紧张 如果有别的选择 他们肯定不会用降落伞吊的炸弹下来 那炸弹也都是花钱做出来的嘛 这样的降落伞吊炸弹成本也是相当高的 一个降落伞怎么着也得50美元吧 那一颗炸弹怎么着也得100美元吧 达不成任何的作战任务 这干什么呢 就是说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没有那么多的炮弹了 他呢,也差不多,最起码在前线 这个炮弹储备已经非常非常的紧张了 就从大学来说,其实也能够看到 你看他们现在人呢 就是尽量用老兵 就是国内把他那个年龄都不是放宽了吗 放到65岁了 你来上前线就行了 那从这个武器弹药呢 就是把那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那些 等90年代往后都打光了,都没有了 都把那些老的那些设备都拉过来 然后呢,投入战场 当然他有,并没有好嘛 即使他命中率不到30% 而且呢,有大量的爆炸物 过去之后就放在那了,也不炸 钉在那墙上就钉在那墙上 钉在地里就钉在地里 当然这长久来说,对乌克兰也会造成伤害 尤其是平民的伤害 你在进入自己家的时候啊 或者你在耕作农田的时候啊 可能就造成伤害,最近在基辅 就有一个拖拉机,就一个农民在耕地的时候 拖拉机被炸了嘛 那不是现场炸的,而是他 碰到了没有爆炸的爆炸物 在他碰的那时刻,人家就炸了 肯定是有害的了,但是呢 也算一个比较好的迹象吧 就是俄罗斯人也相当的困难 他们也没有弹药了 他们也没有更多的更好的选择了 只好用降落伞往下追炸弹 这呢,就是发生在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打的也很激烈 尤其是一九亩那一代 我前两天还给朋友们报道了 一天同时击落了一架 苏34战机跟一架卡尔52直升机嘛 双方打仗都想各种各样的办法 像那个乌克兰人 用普通的手榴弹 然后稍微改造一下 上面放上那个可乐瓶子剪开 剪成一个尾翼 这样呢,民运像大江无人机到的时候 它就是 有一个爪子松开之后 炸弹往下落的时候呢 它那个触爆引线啊 就会朝下 就会触到地上 然后引发爆炸 因为它上面有个伪议嘛 就是双方都 在顿脑子 俄罗斯人当然也在顿脑子 你看这下他就想到了 用那个降落伞往下追 降落伞往下追呢 那肯定就是那个触爆引线在下面了 但是呢,可能力道不足嘛 还是它炸弹质量不好来着 或者没有做更多实验来着 就是这次呢,没造成任何的伤亡 跟设施的损坏 好,那关于这个新鲜事呢 今天就先报到这里吧 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 拜拜!